也是完全采用了这儿的方式 主要的罚球首之一 好球啊 还是金敏哉顶着啊 这看来不光是中国队防不住 防不住这个体系上没错 日本队好像也吃了亏 这下就运气差了一点 顶在这个衡量和立柱的夹角上面 这金敏哉等待回俱乐部了 建议 本将出来打了一下没打远 金敏哉 主要打的质量很高啊 给真实球队打下来的烙印 金敏哉今天很兴奋 脚后跟 任队贴得很紧 所以没有成功 要一个身后 日本队呢 他打的还是日本足球的这种 船空的这个模式 当然了 这支队可能稍微嫩了一点 现在被韩国队冲的 他的船空有点打不起来 质量出球出的还不错呢 也确实是必须要紧紧地压迫对方 但是呢也得看看韩国队的这个注意力 能不能坚持到全场 是 刚才就是一个很明显 暴露出一点空间 日本队就找了一个很好的图 好球 结果变化 摆脱 今天在拦截的 这一下很关键 有直线 哎呦 这球差点先中了一个 这个支撑脚和身体姿态啊 是够着踢的 对 离得远了一些 而同伴那已经是在胡锦书做好了 突然的变相 停下来转动身 你们武的 没有行程 突然丢掉了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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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还在带 也是没有传啊 对 还没观察到 进去波 摆脱传了一个低的线路 直线 跑球 进不得点出去 投诉打手 裁判实际没有 在顺时的空间 没有传 漂亮 小角度 停传 他最后 横向 汤子那一步 就把自己角度 汤子射门就没有了 只能传 但是之前同伴 直接出球 送出去 直塞 确实很 这一下 很漂亮 吉英拳当时 已经是顶出去了 林木武藏 在吉英拳的侧 这好像是日本队 本阵比赛 第一次 群中起高球 移动太快 才按也看不清 但是他们非常珍惜这儿进入到国家队效力的机会 是他们的整体战术思路呢也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他可能个人当里有欠缺 创造性可能会弱一些 但是 无聊